側邊這個地方 用到側峰 我們畫形液畫的話 用到側峰很重要 為什麼你知道嗎 用側峰畫出來的線條 它會有很多墨韻 這邊是水 然後我們底間沾那個顏色 沾墨 然後因為 所以它變成它這個墨色 就是它 紅 這樣鼻湯有點水湯 那這個塔的角度是多大 長徑的一個質感的話 我們就會側到 粉側的一個筆處 就是讓它的墨 你看 讓它的墨色變化非常多 你看一筆下去的話 它有濃到蛋這個中間 它的墨就是所謂的 人家說的墨昏乳色 所謂的墨昏乳色 不是說真的它是乳色 它是在使用的時候說 一個黑色然後畫出來的顏色 有很多變化 有時候它會用到 那個顏色的變化會比較豐富 那東風的話就是當一的顏色 它的顏色會比較飽滿 那用側峰的話你看 有沒有 從 由黑到 蛋有沒有 它有很多色隙 因為有同學還沒有顏色 我們現在這指紋陌生 我們來表現好 我們來 我們要這個方式 好 用一個 一個 異象的一個 一個 一看 我們來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